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明天科瑞达上新的新款 这次的衣服的风格整体是休闲加小精致 那休闲的话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就是 特别主推的一个风衣 然后如果是精致的话 准备了各式各样的不同类型的衬衫 观众期待的这个绿色的衬衫 后面终于就来了 离经了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我当时其实就是穿了我自己的这个衣服跟大陆视频 结果整个评论区大家都不在意我在说什么 只在意我穿的这件衣服在哪 然后因为我之前的那个衣服 它确实是一个品牌定出来的颜色 所以为了还原度比较高 这个颜色也是特意定染出来的 为了让它在面料上面更能衬出来 这个确实做的是三蓝色的面料 然后这个衣服不管你是多黑的人穿上去都巨线白 下半身我就搭了一个白色的裙子 当然这个裙子是整个腰身啊什么的都是有松紧的 所以这种裙子就比较适合我们想精致一点 但是又想舒服一点的 接下来呢准备了不同颜色的一个针织衫 我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哦 这种不同颜色在坎间的针织衫就是我的命中内搭 那我这个红色有没有发现很显白 然后整个版型呢又是比较宽松一点的 所以在穿这种款式的话 大家不管是搭裤子还是搭裙子都可以 因为我很想要里面的这个内搭 所以如果在转机的时候 我想要外面再套一个风衣 有没有发现里面都特别的衬 里面衬的就非常非常的好看 所以这个内搭我是建议大家两个颜色都买的 因为这个内搭给大家组了好多个造型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白色裙 因为其实在秋冬的时候 牛仔要做出这种白色的鱼尾摆 其实特别的难 然后最近观察大家其实蛮喜欢 这种裙摆被打开的样子 刚好如果大家搭在风衣里面的话 就很漂亮 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身上的这个风衣 因为这个风衣是一个特殊的面料 就以前咱们买的那种比较大件的风衣 一般都比较重嘛 对吧 这一件好轻 可能就只有咱们一条牛仔裤的重量 就超级的轻 所以不用担心说有一些衣服太重了 穿上去不是背了就会 肩膀特别酸嘛 这个不会 有直接套上去 而且这个衣服的尾部好大 所以我里面就算穿一个卫衣都不嫌怕 同款的针织呢 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有点南瓜的风衣 你看这个颜色就很漂亮 然后外面你就可以直接 把风衣的另外一个颜色 这样子给大家 把它上来 你看这两个色相符在一起 秋天的感觉就来了吗 刚好就可以下半身搭一个牛仔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亚麻衬衫 但这个衬衫我天天穿过内衣了 所以有点痛 因为我们当时在选这个款的时候 主要是因为这个颜色 你知道它这个颜色其实是有一点点灰绿色 然后里面拼的这种酒红色 我觉得这个拼的特别漂亮 那另外一个这个浅色呢 我当时是看米莉就搭配是 她在试这个衣服的时候本来就素颜 结果穿这个衣服整个肤色变粉了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 而且加上它是有一点点像咱们之前 亚麻衬衫那个酗旧的那种版型 那同时如果像这种比较中性一点的衣服 我家版人就搭了比较知性优雅一点 但因为像这个衣服比较中性哦 所以如果我们是想要换成那种牛仔裤 也可以 那我们这么多衣服明天上午八点钟 我们直播间见 我们下午八点钟